8月2日,经美国军方证实,美国海军新调派一支航母战斗群已经抵达海湾,与另外一支航母战斗群共同顺防该海域。 不过美军法言人否认这一众大军事不属于伊朗威胁将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有关,原本就在阿拉曼湾附近的是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此前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参加了对叙利亚的100余美巡航导弹打击,刚刚抵达海湾的这支航母打击群是卡尔本三号航母打击群,第五舰队在中东又集结了两支航母打击群。 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海军来说,压力陡然巨增。 美军第五舰队双航母编队至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大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顶格经济制裁, 并且下令全世界国家在11月4日前完全停止,向伊朗进口原油,此举意在用经济手段拖垮伊朗经济,导致伊朗国内发生重大动乱。 这就是美国经常用的三板斧,第一板斧经济制裁,让对方国家陷入内乱,第二板斧是美国支持版政府势力,致力于该国家内乱。 第三板斧就是直接军事进入了,用强大的军事力量碾压,与伊拉克战争威力,看起来是美国用了40余天,就拿下了巴格达。 伊拉克战争结束,事实上在此前美国动用了无数人力物力拖垮伊拉克,据称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前夕,美国中勤局还用数百万美元策反了一个共和国卫队的装甲师师长。 所以,才有了美军兵不许任占领了巴格达,最后连法达姆都被叛徒出卖被美军装获吊死。 前车之境啊,伊朗非常清楚美国老的伎俩,所以在11月4日,美国完全实施原由禁止前,伊朗必须通过一切手段破坏美国的阳谋。 伊朗领导层多次声明将在必要的情况下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应对策略,是迫使美军提前动用军事力量。 不过从长远看,玩打开不如早打,如伊拉克那样经济和国内论局被美国点燃。 真相答也没有实力了,中东军事分析人士表示伊朗如果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军事冲突中中传美军第五舰队,比如进程一艘航母。 那么伊朗就有那超级大国,俄罗斯建议的资格。 现在将来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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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